穿着热裤的泰迪女子一打开门 当场被便衣刑警包围上铐 过程中女子不断求情 要警察大人放过她 原来背后的老板就是应召战业者 在淡江大学校园旁租了间套房 让她赚外快 尽管时口否认 但一旁的巡方客眼看最正确凿 吓得立刻坦诚两人刚办完事 而警方其实早就在门外 埋伏了好一阵子 不知道耶 没有我们不曾经过 左右邻居听闻都很惊讶 因为事发地点距离学校仅仅600公尺 附近一带几乎都是学生的分租套房 应召战业者把触角伸进学生群 以大学生为噱头吸引巡方客上门 水汪汪大眼配上一身火辣身材 31岁的太极女子以每次2700元交易 事后被警方查身份 更意外发现 她原本还是名正硬的男子汉 林姓寻方客在得知对方性别后 吓得愣在原地 两人训后都被法办 但对于幕后接应的真实身份是谁 还得溯源追查 甲官光真硬招 终究难逃法王 赛宣传媒陈兔署报导